大家好,我是宣問喜,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今天點題就是環球臨市 談談港股的情況,今天港股下跌,受到美股下跌的拖累 今早大幅低開,不過幸好低開之後,跌幅慢慢收窄 一度跌百多點,跌幅收窄到,最後收市跌百多點 雖然跌百多點,跌196點,收到26,696點 成交都維持著,是1,196億 今天市下錯,科技股跌幅比較大 包括瑞昇、順宇,跌幅比大市多 其中瑞昇跌2.8%,加上中資的電訊股,今天弱勢 中聯通下錯,中宇洞也要減價 減價2.3%,穿上升軌,走勢就一般 整個市形勢,今天市跌196點 說多不多,說少不少 特別是,在美股大跌的情況下,跌196點也不算多 今天點題就是環球塌市 其實環球塌市,今次主要是受到美股的拖累 美股的跌勢很厲害,看看圖 幾個交易率,四個交易率跌至2,300點 接近8% 由29,300點跌,跌至昨天收市是27,081點 其實跌跌過27,000點 收市前要放上去收,險守27,000點 美股這樣跌,環球股市當然跌下去,為什麼美國突然跌得這麼厲害 原因就跟新冠肺炎有關 其實新冠肺炎也一段時間 之前,美股一直都不大受影響 但是到了2月中旬,美股見了高位之後 慢慢就回軟了 這幾天,四個交易日,跌幅非常厲害 尤其是過去兩天,過去兩天,可能大家 特別是美國方面,覺得情況越來越嚴重 之前,大家整個疫情覺得是中國的問題 主要是中國這邊,亞洲這邊以致 歐美方面就未太受影響 但是過這個星期,上星期末段開始 形勢急轉直下 不止中國,慢慢慢慢就擴散 南韓和意大利,是兩個爆得比較厲害的地區 其中南韓,很多專家都覺得有些失控的風險 因為暫時都不知道怎麼搞 因為源頭都找不到,大優勢 大家覺得風險比較大 去到意大利也是有類似情況 開始就下跌了 美股,到昨天跌幅 並未出現,之前通常大跌之後 就會反彈 之前交易日跌了一千點 以往的情況來說,通常都會彈 彈多彈少 事實上,昨天在亞洲時段交易的 導致期貨都是反彈的 不過昨天竟然不能夠彈 反而再跌了879點 接近900點跌幅 以美股的走勢來說是罕見的 碰碰跌兩天這麼厲害 跌幅 起碼點數跌幅來說這麼厲害 是罕見的 原因就是跟美國方面的風險好像增加了 因為美國方面的疾控中心的專家就說 美國的風險應該這樣說 他說新冠肺炎 擴散到美國已經不是時間問題 不是匯火問題 而是時間的問題 最終都會出現社區爆發在美國 他覺得如果一旦爆發 就對美國的正常生活 就一定是有嚴重的影響 這樣說大家當然很害怕 加上又說 今次的疫情可能出現大流行 所以新型疾病大流行 就越來越接近 這樣說一說 美國方面就如臨大敵 好像三藩市已經進入了緊急狀態 影響之下 對美國的股民當然有些心理上的打擊 加上現在各方面的專家 覺得環球的風險越來越大 例如世衛說 現在這樣的情況 各國應該要設想 這個疫情可能明天就打到你自己的家門口 所以做好有關的準備 說得很厲害 加上財經方面的專家都陸陸陸陸陸出來 說風險越來越大 其中包括目的 目的說到全球的情況 估計疫情可能大流行 大爆發 在全球 會對全球的經濟造成打擊 全球經濟進入衰退的風險 是大增 加上不同的大行 陸續調低不同地區的影響 例如高盛進一步調低 應該這樣說 中國的經濟增長預測 首季 估計增長2% 這樣的情況之下 令大家很擔心 整個疫情 進一步影響 所以美股 昨天大跌 加上 看到 其他的風險資產 下錯之餘 避險資產反而走勢回穩 昨天節目看到 大家留意著 市究竟驚原味 幾個指標 包括金價 會不會穿回支持位 結果當然沒有穿 反而反而回彈回頭 至1646 美匯指數也是 昨天說的這個重要支持位 是98.5%左右 穿了 顯示風險位立 增加了 避險情緒降溫 結果也是否定 風險的位立並沒有增加 十零期的國債也是 去到1.35% 越來越低了 顯示 避險情緒仍然是高漲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疫情又升溫 避險情緒又繼續升溫 在雙重打擊之下 美股就這樣大跌下去 造成環球臨時 可能一般投資者都問 這樣環球臨時 後續要怎麼看呢 初步看 短期 美股反彈的可能性是大 短期反彈的可能性大 原因 在技術上 起碼下跌了兩千多點 短期累積跌幅 已經極大 而且 已經跌了重要支持位 包括這條綠色線 就是一條上升軌 是去年的低位引申欲出的 加上250天線 都披一披之後反彈 顯示 美股在兩個重要支持位之前 有機會彈一彈 事實上 昨天說到這麼恐怖 說到最終都會爆發 說完之後 這麼害怕 怕完之後 應該稍稍地先降溫 會先反彈 短期來說 害怕的事情 都害怕到差不多 會彈一彈 加上技術走勢的支持 就彈一彈 但中長期來說 彈完之後 可能要再次低位 原因 就是剛才提及過 所有風險 避險的資產 仍未見到明顯 轉弱 換言之 整個市場風險位 並未明顯轉弱 這是重要的原因 加上 剛才提及過 說到這麼害怕 到今晚 可能會稍稍冷靜下來 但是 總的來說 市場有一個說法 就是 趁壞消息入市 趁好消息 就出貨 現在打到美國 疫情去到美國的情況 的壞消息 仍未落實 因為現在 估計最終會爆發 可能去到美國 真的出現比較嚴重的疫情 美股 即是當壞消息 證實 大家才跳出來入貨 在這一刻 大家都不相信 大部分投資者 都不敢說 仍未出現最壞的情況 衝入去買的可能性 就會未必太敢 等一等 再等一等 看看疫情發展成怎樣 是否真的出現最壞的情況 還是奇蹟地 專家說法都是不對的 突然間好轉 沒事呢 大家可能會避一避 等一等 所以這情況之下 真是長線入市的購買 相信短期內 就沒那麼快出現 整個美股仍然會反復向下 考驗支持 所以中期來說 未必就跌完了 短期會反彈 中期可能會繼續反復向下 尋底 尋找支持 好了 講到這裡 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 明天 我們要看 我們會拍攝 任何人 那麼緊張 還沒有 他們 要考驗 你 快點 再按 再按